這個新年新氣象 所以呢老師也要變一下對不對 那麥克風也變比較大支一點 因為這個 其實我在這間教室錄音一直還是感覺 因為這個回音會比較重一點 所以覺得聲音的品質還不是很好 所以今年還是努力一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裡 那麼在我們最後一堂課呢 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部分呢是就是推廣部那一邊的 就職訊班同學 他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好他的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在這個水溶3D有沒有介紹過屋頂 有啊有沒有 有一般的這種斜屋頂的 那也有就是比較平凡一點的 就是樓上的地板是樓下的天花板 那以他這個需求來講 他覺得是沒有錯 我也是平反的屋頂 但是呢他不要這裡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一般的這個地板 我們做出來是不是都是這種直角的 對不對 他希望有圓角 所以呢你看到他這裡 現在是不是有一個圓圓的 這樣這邊有圓角的 那你要做這個圓角的 那怎麼辦 他又沒有辦法用我們原本的地板可以做啊 所以呢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搭配什麼 搭配 把他的這個東西拿出來 拿到哪裡 那以他吹的改完圓角之後 到Photoshop變成3D 再丟回水溶3D 所以我們這個範例呢很不錯就是 其實呢你也可以把水溶3D的2D的圖 是不是可以拿出來 因為如果你沒有一個比較正確的尺寸 你要在以他吹的那邊 你要在那邊畫 總是比較不好畫嘛 所以呢各位我就先做一下給各位看喔 我先把他的先藏起來 好藏起來你看他有一個這樣子 那我就先大略畫一下 簡單畫一下這樣子 好假設他原本的 就像這樣子的一個地板 那我希望有倒這個圓角 好到這裡結束 那麼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從這邊 還記不記得我們2D按右鍵 是不是可以輸出成SVG 就可以拿到以他推特嘛 我們就可以把它這樣拿出來 所以我把它存出去了 現在呢我到以他推特去把剛剛會議出的那個檔案把它打開來 好在這邊SVG打開 好那打開之後他會有個錯誤那個沒關係 OK確定沒有出現太好了 好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出來的會包括全部所有的東西 而且呢它是一個群組 所以你可以先把它解散群組一下 那把不需要的東西把它怎麼樣刪掉 好這裡還有一個尺寸 現在我們看一下這裡 這兩個 好那你可以針對這個甜色的部分來做 你也可以針對這個這一塊來做 那我現在呢 針對這個 因為它是一個甜色 我先把這個放旁邊 那這個呢我先拿出來 這個 你可以給它一個甜色 來我們幫它加一個黑色的 好OK 那至於說這個尺寸要多大 那倒是還好 我把它變大一點點 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OK 那麼請問各位 如果你這個 要做圓角 你要怎麼調整 在一拉槌頭裡面 是不是可以用這個 所以我們放大放大 這裡一拉 這樣是不是就有圓角了 好而且呢你現在因為我是全部選到 所以說這樣的好處 有沒有全部都有倒這個圓角的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 拿到Photoshop裡面才用 所以我現在Photoshop這邊 我就開一個新的 好 那多大沒有關係 多大這還好 等一下呢 反正我們要的是它的比例 但是解析度真的不用那麼高 你可以96 或72都可以了 好這樣我先開一個新的 那麼現在一拉槌頭這邊 你就可以把這個拿來這裡用 各位可以這樣丟過來嗎 可以啦齁 這一招我以前也不會 我很早從一拉槌頭這樣丟過來 那好了 打個勾 OK 我現在有一個這樣的檔案了 請問可不可以把它變3D 可以嗎 這裡現在是智慧型物件也沒差 到3D裡面 是來自選舉圖層的 這樣就有一個厚度 是不是就可以產生出來了 稍微等一下下 這樣 你看 從這裡看 有沒有一個厚度就有了 你了解了齁 所以其實我們 從Photoshop 3D 是不是也交過一些 那你可以把這些呢 就一樣的啊 就可以拿來這邊用啊 那麼這裡我就先關掉了齁 來我們不希望它突出那麼多 你可以稍微怎麼樣 縮短一點 上面這邊你可以看到有比較短的 當然我們進到隨用戰地可以再調整 第二個 它現在是站起來了對不對 你可以先把它翻下去 可以 也可以進到隨用戰地之後 再把它翻過來也是OK 都沒有關係 假設我就先到這邊 那我就從這裡 是不是可以轉存3D模型出去 再轉出去 那你可以用它內建的 這個Corda 或者是OBJ 這幾種格式都可以 吃到HTL 好像也可以啦 HTL它也有支援齁 那你用Corda OK 那麼如果是文理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做什麼 不一樣的特殊的設定 所以你可以用它預設值 也可以用成什麼 PNG啦 JPG這些都可以 好 我就確定 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 輸出的時候 建議放在一個資料夾裡面 這樣比較不會亂掉 好 我就先放在新資料夾2 好 那給它一個名稱 OK 存檔 那麼 我們現在呢 回到桌面上 回到桌面上 我們先看看剛剛輸出的 新資料夾2 裡面是不是好幾個 好 那我們要的就是這個 DAE的格式 所以我現在呢 重新回到這邊 來 點到上面 有沒有一個家具 插入家具 至於以前我們都學過 怎麼從外部把模型叫進來嘛 那我就找到剛剛那個 DAE 流進來 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那你下一步 確認一下 那如果說其實你發現它的這個主式圖啊 這個圖有錯 其實在這邊也可以做調整啊 好 那我先暫時不在這邊調 那繼續 好 在這裡 給它一個名稱 這個大小是不是太小了 對不對 所以我先把它變大一點 好 比如說這樣是500 OK 那 那 繼續 完成 欸 這裡 有沒有一個東西進來了 唉唷 這個變兩面了 好 等一下再來處理 但是我先把它翻下來 多多兩下 有沒有這個 以前我們 有沒有用地下車道那個時候 可以翻模型 所以你在使用3D翻模型也可以 那這個應該是S軸 我們把它轉90度 看看 有沒有躺平 好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 確認一下 你看這個方向對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來這邊縮放 按住SHIFT 縮放一下 這樣子就可以有一個模型 蓋在上面了 那這個呢 現在有錯誤的 我來看一下它的材質 喔 它這裡有一個 沒有對應到 這一個 這個顏色 不對 我先把它換一個顏色一下 先換進去 確認一下 欸 好像還有其他的 我先把它統一 都變同一個顏色好了 OK 確定 確定 好 這樣子 有沒有補起來了 對不對 有補起來 那我把它的厚度可以調低 這個地方我可以把它厚度厚度 登登 把它的高 這個應該叫做深度 最小的那一邊 比如說厚度只有20公分 好 確定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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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看到的意思 只是旁邊那個顏色 我可能要再確認一下 好 再確認一下 但是你應該知道 用這種方式 可不可以把我們解決 或通通 結合起來 你在隨他們做的 也可以拿出去 拿出去 處理好之後 加工完了 再把它丟回來 這樣也是 可以 這樣就比較不會說 好像有些 形狀 你要做比較不容易做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搭配你熟悉的 這些 像樣的工具 來做 比如說你要做牆壁 行不行 可以啊 只是當然它進來 現在不是牆 也不是地板 所以那個 門 碰到它的時候 就不能這樣 就不能打洞 如果你真的想要打洞的話 事實上也可以 以前我們 有做過 一個東西 就是狗腳印有沒有 有印象嘛 對不對 如果你會模型會進來的時候 你有設定 它是碰到牆壁 或碰到地板會打洞的 趨師也可以 也是可以 這個 給各位做個參考 OK